刚刚 茅台证实 十二瓶庄飞天茅台将在全国铺开 股王大涨3%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12月13日早盘 白酒板块再次上工 贵州茅台相关负责人今日上午 向中国证券报中正金牛座记者证实 十二瓶庄飞天茅台这两天将陆续在全国铺开 同时 飞天茅台原六香庄的拆箱政策还需执行 茅台酒的终端市场价格正在起变化 市场信息显示 12月13日起 茅台方面将飞天茅台的产品规格进行了升级 不但有每瓶500毫升共六瓶庄的飞天茅台原香酒 还推出了每箱十二瓶庄的飞天茅台酒 接近茅台的市场人士称 十二瓶规格的茅台酒实行拆箱令政策 是开箱销售的 六瓶庄茅台酒可以整箱销售 以满足消费者想买整箱和零售的需求 还有行业人士称 茅台此举是为了缓解零售市场购酒难 购酒贵的现象并拓宽茅台酒销售的副概念 上周五开始 市场流传茅台已经准备取消拆箱令 飞天茅台的批价受拆箱令影响出现明显回落 当天2021年产飞天茅台的原香价为每瓶3400元 较上一日下跌180元每瓶 2020年产的原香酒价格为每瓶3450元 较上一日下跌120元每瓶 年初茅台销售公司规定飞天茅台100%拆箱售卖 并将不定期检查拆箱售卖情况 如果发现箱子数量没达标 会对经销商做出相应处罚 随后茅台酒价格大涨 甚至出现销售茅台酒纸箱的渠道 言报表示 飞天茅台是销量最大的高端大单品 普飞的实际成交价 决定了高端酒的价格天花板 档色